不過除了韓國和日本之外 剛才提到的美國的盟友 要麼是因為發展水平 比如說菲律賓 要麼是因為經濟規模 比如新加坡或者紐西蘭 其實他們購買軍備的財力是相對有限的 就不能夠像這個北約 尤其是北約裏面的西歐國家 為美國的軍工業 為特朗普的金主 帶來這麼多的直接收入 總體來說對中國這樣的經貿和安全環境 你可以說是有難又不難 今天一屆 還是之前兩屆 其實三屆我都是看好特朗普的 包括拜登四年前贏了特朗普那次 我都相信美國的主流民意 其實支持特朗普的人 是不會比拜登少的 只不過是一些所謂的系統式的舞弊 系統式的舞弊就不一定牽涉到違法的 但是那個影響是會更加廣泛和更加深的 就是譬如學界的角色 譬如媒體的角色 如果本身這個所謂的選舉 或者打擂台的那個擂台 就是側向一邊的話 或者很嚴重的側向一邊的話 甚至是有一些虛假的新聞充斥的時候 當然是會決定了 最終特朗普是不能夠勝出 或者那個選舉結果 大有可能是被扭曲這個情況 所以去到這一屆 如果你計算美國的主流民意的話 特朗普勝出的機會 從來都是起碼在五成 或者五成以上 那為什麼是會定在五成呢 其實就是 過去的這段時間以來 基本上就並不是說 奧巴馬拜登時代的民主黨共和黨之爭 其實早在這個克林頓 過兒和小布殊的這個時代 或者在這個希拉里的時代 其實過去這十幾二十年來 美國的政治 其實那個已經是和民間社會的那個分裂 紅藍的大分裂 其實是分不開的 那這裡是有一系列的問題 大家都異屬能長 小弟都不重複 包括LGBT 包括是移民與非法移民 包括是美國的對外政策 包括是貿易 軍事 和所有盟國的互動 等等 其實美國已經完全是分裂成兩個很大的板塊 而這個板塊令人很遺憾的是 基本上不是我們後天可以改變的 比如是牽涉到性別 牽涉到性別認同 還有牽涉到膚色 乃至宗教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有不少的宗教 譬如是猶太教 羅馬天主教 還有牧師林 基本上是由你的家庭 或者血統所決定的 就和基督教新教 尤其是聖功會不同 不是你後天可以決定的 所以這種社會的大分裂 就會令到它無論是誰當選 其實它在民間的支持度 若莫 最理想的情況都是四成尾 五成頭 不會超過一、二個巴仙 大致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看回這個槍擊案的影響 槍擊案的影響主要就是鞏固共和黨 特別是共和黨裏面的保守派 包括一些基層的保守派 他對特朗普的支持而已 所以第一 我認為美國的所謂中間選民 或者是政治色彩不濃厚的選民 而同時有比較高的議員出來投票的 其實那個人數是不多的 或者是越來越少的 而就算他們出來投票也好 也都未必可以左右到整個選舉的大局 所以到了這一刻 這個槍擊事件都沉澱了一段時間 小弟的判斷就是這幾顆子彈和幾條人命 以及特朗普又受選的狀況 它最大的在選舉上的影響 其實就是鞏固了特朗普的一個基本盤 令到原先該出來投票的人更堅定地出來投票 那麼他的選票 他的絕對的選票 是不是可以比起他第一次參選 第二次參選 有一個很大幅的進場 尤其是以第二次參選為基數 第二次參選他的得票呢 是除了美國的選舉史上 除了當屆贏他的拜登之外 他已經是市場最高的 他不單止比他第一次參選的時候高 他比起當代人氣最高的非洲裔的總統奧巴馬 其實是兩次選舉的時候 四年前的特朗普的選舉表現是要更加好的 所以以這個為基數 接下來今年年底的投票 特朗普得到的普選票 是不是可以比起四年前會大幅的增長呢 小弟認為其實是以現時美國的政治環境 其實是有難度的 其實是有難度的 那當然啦 我們可以說 百分之四十九對百分之四十五是贏 百分之五十五是贏 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五都是贏 這個是事實 所以這也是小弟 起碼在過去那半年來 或者過去那超過八年的時間來 都會認為特朗普贏 才是符合美國的民情的 那第一 對於總統大選來說 是不是可以扭轉乾坤呢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是不高的 但是你說連帶議會的改選 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確保 他們最少保有一個 就是參眾論院裡面 最少確保有一個議會裡面的控制權呢 那我認為都是未必的 那我想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 就是在整個政治論理上 首先要討論的就是說 為什麼不是賀錦麗 代拜登去出席 為什麼不是賀錦麗 因為賀錦麗是很順利成長的 但是賀錦麗 無論她個人的素質 無論是她作為女性 就作為一個小數族 以及她跟這個民主黨裡面 各個派系的關係 她有沒有一個比拜登更強的 正常的一個能力呢 因為無論怎樣說都好 第一 拜登是擔任這個奧巴馬的副手八年 而那八年裡面 尤其在對外事務 拜登並不是沒有所見守的 第二 拜登是在參議院裡面 特別是外交事務委員會裡面 其中之一位 史上最資深的一個議員 而且她在美國媒體的曝光率 就是以她整個從政經歷來說 其實是並不低的 再加上她本人得到奧巴馬或者其他民主黨重量級的人士 包括剛才提到前議長佩洛西等等的支持 那這些政治本錢 其實賀錦麗本身都是並具備的 那第一個很尷尬的情況就是你 如果她作為副總統之尊 都不是一個代拜登 跑完最後這一里路的人選的時候 會不會是引起 譬如包括她的膚色 包括她的族裔 甚至包括她性別的一些爭辯呢 那這些問題在共和黨的內部是不會形成為問題的 那這些是不會形成為問題的 那但是在從上LGBT這個性別平等 性形狀平等 這個膚色平等等等 這些所謂新價值觀的民主黨的內部呢 就有可能形成新一波的風暴 拜登退選之後 最最最最不理想的狀況呢 就是群龍武手 各個派系各個利益板塊 彼此碰撞的狀況 而倒過來講呢 我們去稱他這個特朗普 這次在槍擊案上面的那個表現呢 和我們去民間去認同 他是這個CNN所主辦的那個選舉論壇呢 其實是如出一切的 因為兩個程式之下呢 第一 都是突發 都不是共和黨他們所主導 或者他們所落建的一個情況 我們知道CNN根本就是這個拜登的主場 或者民主黨的主場 而且都是針對這個特朗普 但是無論是CNN那次辯論還是 這次這個槍擊事件呢 特朗普整個臨場反應 以及塑造他那種明知山友虎 偏向虎山行 那種強響 那種不畏奸險的形象呢 他是拿捏得非常好的 而選舉論壇你也可以說 他再兇險也是一個論壇而已 不會有生命之餘的嘛 但是這次的槍擊事件呢 就不是啊 就是這個特行人員 就是用身體去保護他的時候呢 他仍然能夠把握這個時間上的縫隙 舉起他的右手 緊握一個拳頭 而且就是不斷地高呼 奮鬥奮鬥奮鬥 所以呢 嚴格而言呢 我們都要很公道說一句 特朗普之所以趁這些事件 能夠鞏固到他自己的基本盤呢 他不是一個被動 或者不是一個巧合 或者不是一種幸運的成分 而是說呢 他的確是展現到他很希望塑造的 那種形象或者價值觀 所以 總括來說 一方面 特朗普是能夠 塑造到他自己 需要的形象 把握到這些對他不利的時機 但是同一時間呢 何錦麗成為這個 崇尚平等的 崇尚多元的 這個民主黨 在一旦換馬的時候呢 不容易跨過的一個難關 那至於你說 假設特朗普 重新上台之外 後 那個對外的關係 那第一 現時美國的經濟 無論是通脹 無論是就業人口 以及是最重要的就是 加息之後 國際資金 包括美國本身的資金 流入美國的那個證券市場 特別股票市場呢 其實遠比起 4、5年前他上台的時候呢 其實是要理想的 比起當時是要理想的 那而在這個對外關係方面呢 就令到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 更加是堅實 還有假設他在明年初 明年春天上台的時候呢 他就會成為一個在減息時代 就任的一個總統 這個和他被認為是一個叫做 道指總統 或者叫做股票總統 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相符的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他在過去幾天呢 就會強調啊 就算 無論他怎樣去批評鮑威爾也好 那他上台呢 就不會馬上炒了他的 都會留他在那裡 繼續擔任美聯署的主席 其中一個很實際的考慮呢 就是說 無論鮑威爾他個人的取態是怎樣 在未來的一至兩季 美國減息的機會是相對是高的 那只要這個金融的體系 尤其是銀行體系 不出現一個系統性的風險的話呢 眼前就認為是並不高了 那所以呢 美國的股市呢 或者是特朗普他最重視的那個指標呢 在明年的第一至第二季呢 應該是會有比較良麗的成績的 這個也是他自己最重視的一個領域 那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呢 特朗普無論在國內聚集他的所謂的政治能量 還是是騰植著他們國內的經濟數據 特別是股票的表現 股市的表現 而對外施壓的能量呢 是遠比四年前呢 是要高得多的 四年前是要高得多的 甚至比起他上一次的就任之初 就是七八年前 其實那個狀況呢 還要是游刃有餘一些 那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況 那他會怎樣去運用呢 第一個 第一個 在一個通脹下進一步受壓 而是食口隨隨向下的情況之下呢 那他對任何一個貿易夥伴 不局限在中國大陸 任何一個貿易夥伴呢 去徵收關稅 甚至大幅提升關稅的空間呢 其實比起2018、2019年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更大的 一個可操作的一個空間在那裡 那這個是關稅上面的處理 那第二呢 就是說對這個俄烏的展示呢 其實是牽涉到他和北約和歐盟的關係 那美國會不會全身而退 甚至是迫白這個烏克蘭以領土的喪失 而換取一個半永久的和平呢 那這個小弟認為反而不是關鍵來的 而是在一個軍費上呢 特朗普是可以趁這個俄烏的展示呢 是要求他北約的盟友 特別是法國、德國 以及是意大利亞 這些相對經濟上比較強韻一些的 西歐中大型的經濟體呢 他們負擔更高的一個北約的軍費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是比例上的 未必是一個絕對正常的 在一個比例上呢 那就要求他的盟友 負擔更高的軍費 這個長期以來呢 都是美國國內的保守派 特別是共和黨 他們傳統的一個論述 或者傳統的一個立場 就是說北約是大家的北約 沒有理由呢 要美國去憑一國之力去保護這個歐洲 尤其是西歐這樣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歐洲的這個 所謂的軍費是提升的 美國 在歐洲的駐軍和軍費是可以下降的 但是與此同時呢 由於美國和歐洲 在一個軍事工業、軍事產業上呢 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呢 其實是進一步是拉開一個距離的 比起冷戰高峰的時期呢 彼此無論從技術水平 還是從一個生產規模上面呢 傳統的歐洲的軍工強國 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呢 其實與美國的距離是會更加遠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考慮呢 不單止聯邦政府 投資在或者是花費在北約的預算呢 是節約了 更重要的是呢 不排除一些與美國關係好的北約國家 譬如 未來北約約秘書長呢 將會在前荷蘭的手上 是不是 那好像荷蘭啊 意大利啊 等等的國家 那就不排除他們增加的軍費呢 是可以提升他們在美國 購買可能空軍備的一個國防預算的 而我們知道共和黨他們的金主來說呢 相當高的比例呢 無論從人數、企業還是資金來講呢 就是來自於美國的軍工業 那這個是第二的一個變化 由俄烏的戰事 然後演化到這個軍費的一個劃分 那在對華那方面 那我認為那個邏輯其實與北約是相近似的 就是美國會要求它在亞太地區的盟友 東北亞就是韓國、日本 東南亞主要就是菲律賓 乃至南太平洋的澳洲 這個紐西蘭 或者是這個新加坡等等 他們要在東海、南海、台海上 有一個更積極的表現 這個積極的表現呢 又不一定是要挑釁或者圍堵中國大陸的 但是在一個外交的立場 又或者是軍事的建設 特別是軍備的購入上面呢 其實他們是要投入更加多的資源 不過除了韓國和日本之外呢 剛才提到的美國的盟友 要不就是因為發展水平 譬如說是菲律賓 要不就是因為這個經濟規模 譬如是新加坡或者是紐西蘭 其實他們購買軍備的財力是相對有限的 就不能夠好像這個北約 尤其是北約裏面的西歐國家 為美國的軍工業呢 為特朗普的金主呢 帶來這麼多的直接收入 但是總體呢 我相信這個策略都是相約的 就是說美軍在亞太地區的活躍程度呢 不一定是比拜登的時代 或者之前的這個奧巴馬 特別是希拉莉擔任那個國務卿的時代 是更加的積極的 是不一定的 包括是美國的太平洋艦隊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軍事的部署 包括在這個夏威夷也好 關島也好 或者日韓也好 不見得會擴大他們的規模 或者提升他們的技術水平 但是美國在東北亞東南亞的盟友 在這一方面的後方的資源呢 就會更多 或者立場就會更加堅定 那總體來說 對中國這樣的經貿和安全環境 你可以說是又辣又不辣 他不辣的地方呢 就是你們看回特朗普在任的 第一次就任的那四年呢 其實他比起民主黨呢 更加避免和一些地區的強權 譬如中國 譬如俄羅斯去直接硬平的 而事實上在他在任那四年裡面呢 在南海、東海沒有一些非常緊張的狀況 沒有一些非常緊張的狀況 而與此同時呢 與俄羅斯、烏克蘭的戰局呢 相對是平穩 雖然不是完全平和 其實也是相關的 而甚至與伊朗 與朝鮮的關係呢 其實都是相對平和一些 所以 對中國來說呢 是可以判斷 假如特朗普未來又有四年任期的話呢 解放軍和美軍 尤其是亞太地區直接的對壘呢 那個風險呢 是有一定程度上呢 是放緩了的 但是與中國周邊國家的摩擦呢 那可能就要處理得更加謹慎了 那至於在貿易上呢 第一我判斷他 他特朗普加關稅的可能性 或者那個幅度呢 有可能比民主黨的時候呢 是更加是難一些 那但是基於 他在這個經貿的問題上 和譬如日本啊 韓國啊 歐盟啊等等呢 其實也都有可能出現 其他的一些的摩擦 或者是矛盾的 那所以在中間 是不是會有更多的空間 給中國去運用 怎樣去進一步去改善 或者起碼是穩定 和美國以外的西方強國 特別是日本、韓國、西歐的一個互動呢 那希望北京當局呢 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該承受的壓力呢 那就要做充分的準備了 而可以運用的空間 因為特朗普 他們的保守主義 或者單邊主義 一個收縮主義 該運用的空間呢 希望北京呢 是可以好好的利用的 那在這個東海、南海或者台海 他沒有這麼活躍 沒有這麼進取 而是 只是進一步去鼓勵 或者督促 他在亞太地區的 大大小小的盟友去武裝自己 那這個對中國來說呢 是兩海取其輕呢 我認為是 比起美軍自己站在第一線 或者進一步去大幅加強 在亞太地區的部署呢 是來得是要理想一些 或者你可以說是可以接受一些的 那兩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說 除了日本和韓國以外 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 無論是一個國家 還是我們中國的一個省一個地區都好呢 但是他總體的經濟實力呢 其實是有限的 那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正常國家 所謂正常國家呢 就是他的軍費啦 就是除了韓國 因為那個國土仍然分裂 尚未完全統一之外呢 基本上的軍費都是維持在 百分之一至到百分之二之間 那因為澳洲都是傳統 就是英美聯盟的一部分 那在熱戰的時候 他仍然是英帝國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比起其他正常國家 軍費稍微高一些 那但是和美國這些 軍費是去到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甚至是更高的呢 就是這種窮兵獨武的情況呢 其實是並不存在的 那所以這些國家 限於他們的國力啦 特別是經濟規模啦 和傳統在軍事預算上 你再高你百分之一開明百分之二 但是百分之二不會變成百分之五出來的 所以他們無論相比起美軍 他們自己的規模 還是相比起解放軍的規模來說呢 這些國家它再武裝都好呢 其實對解放軍的壓力呢 仍然是遠低於美軍他們自己的 仍然遠低於美軍他們自己的 第二就是政治上 政治上就是美國面對中國的冒起 那無論我們是去爭拗這一輪的新冷戰 究竟是這個華府它所發動的 還是這個北京它所發動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沒意思的討論來的 總之我們都會知道中國的冒起 你不可能不跨過美國的這個門檻 反過來美國要維護它的霸權 好像特朗普的拍檔蠻絲所說 你也不可能不壓制中國的 你隨便中國這樣去發展 你美國的軍事霸權 美國的貨幣霸權 美國的金融霸權 你總有一天 而且不是一個很遠的將來就會崩潰的 所以美國和中國 北京和華府的 你可以說是一種宿命的關係 它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中國和周邊的國家不一定 我們都會知道 不是一個很遠的過去 是這個胡溫的年代 其實我們不單止有所謂東盟的10加1 甚至沒有東盟的10加3的構想 就是中日韓是 當時是向著一個自貿區的方向去邁進 無論你認為這個構想是否優致 就是美國的盟友 怎麼會在美國的眼皮底下 跟你中國大陸結成一個自貿區等等 但無論怎樣說都好 就是這個事實上後來的RGEP 或者其實TPP等等 在亞太地區都逐步逐步去營成 所以更加不需要說 中國和這個東盟的關係 因為在這個貿易戰 因為在美國歐洲設立貿易壁壘之下 其實反而令到中國一些技術 資金和管理經驗的外流 是整固了中國和這些東盟國家 他們在所謂的經濟結構上面的一個整合的程度 雖然我們都要承認這樣對中國的國民收入 對中國的GDP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但是對外關係上面 這種經濟聯繫也不是百合而無一利 也有一定的實際效益在裡面 所以這一種美國或者叫特朗普 很白色的外交的思路 就令到中國雖然一方面會面對周邊國家進一步武裝的事實 但是這些國家他們無論如何武裝也好 其實它和北京之間不是一個生死撤亡的關係 它武裝是一回事 它無論從一個利益上還是一個實力上 不見得它是想和中國的關係 惡化到一個你死我活的程度 這一點和北京和華府的那種兩虎相爭的這種宿命 其實就並不是一回事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可以說民主黨那種美軍站在第一線 或者北約站在第一線 其實是一種對華或者對俄 更加進取的更加壓迫的一種打法 而共和黨的這種武裝盟友 第一就除了是軍火商要撈錢之外 其實從根本上來說 其實是一種戰略收縮底下的一種圍堵的方法 正如三中全會很強調 國家安全這個發展的重點 甚至國家安全是不是比起經濟改革的權重 是要更加高一些 但無論如何說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 面對美軍的進攻和壓迫 和面對美國盟友的一個圍堵 那肯定是圍堵是相對應付一些的 操作的空間也是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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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